嗨 還有設計上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嗨 這是焦點創人物 那在我左手邊這一位呢 是我們講者的好朋友 默默設計的創辦人大婷 今天很開心有這麼多人來到我們當中 本來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回來 大家在禮拜六下午就是分別的時間來到這邊 你們是非常聰明 你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我邀請來的每一個獎者 他們在他們的生活或是生命的理念上面 真的很特別 他們很多人 他們可能不是設計相關背景 但是他們可能曾經在走設計的過程當中 不是像很多人想像的 總是充滿美光的聚焦在他們身上 可是他們現在在他們的領域 在他們的工作上面都很好的發展 所以我也希望他們的故事都可以鼓勵每一個人 沒錯 所以在邀請這些講者上來分享之前 我要請線下的所有的朋友們 趕快打開這個直播 然後分享並且邀請你的好朋友進來這個地方 來一起聽我們待會講者的分享 好嗎 所以我們台下的這些志工們可以一起下去幫助 對 大家可以把這個直播的連結分享給尼根 不管是對設計或是插畫或是設計 或是他自己想要找到夥伴成立工作室 都可以把這些對這些領域有需要或是有興趣的人 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對沒錯 好 你們看一下現在線上有幾個人 十六 十八 十八喔 十八喔 那我們要不要限定一個人數 到了我們就開始 對不對 對 這麼好的分享 怎麼可能隨隨便便就開始呢 我們要累積 讓大家累積起來這樣 好 我在猜在現場應該有 現場應該不只十八個人吧 現在有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 好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好像在 哈哈 飄飄 再來再來 再來 有需要網路嗎 欸 有需要網路的 超過二十個人 超過二十個人是不是 對 現在有二十二個人 二十二個人 二十二個人 都是在考很好 你們超重要的 對 好有二十六個 二十六 二十六 三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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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可以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歡迎我們第一位 講者 就是剛才的妞妞好不好 妞妞來為我們分享 她在創作的過程裡面 她會發現她 不只是局限在創作 或者是設計這一塊 而是怎麼樣成為一個 經營者 所以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 第一位講者 妞妞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 無敵Vision的妞妞 欸 剛好有個簡報 不好意思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我從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 到現在創業的一個 歷程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我們剛開始畢業的時候 是跟著學校的教授 然後大概找了系上十個人 學我們一起接政府的專案 大概有地方政府的 或是縣市政府的都有 那主要是做語言 學習的網站啊 還有動畫類的 然後一整年的企劃 專案經費大概有一千萬左右 然後因為都是學校的同學 所以我們的團隊裡面的人的工作性 專業技能的性質很像 所以因為是做語言學習的網站 還有動畫 所以工作分共大概是 我歸類為這四個 就是你會寫code的同學 我們就會去寫網頁設計的code 然後美術相關的就會是 做動畫的美術設定啊 還有網頁設計的美術部分 然後還有動畫師 那音效師的部分 是另外音樂系的同學 然後另外 剛剛這幾個都是專業技能的部分 另外還有工作分配 我稱它為行政類 就是我們要去怎麼寫標案 然後標了案之後 一年有五十部或是一百部動畫 要怎麼回來進行分工 那這些工作 還有一些比較例行性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分給工讀生去做 那工讀生去做之後 還有你還需要去做進度的追查 還有管理的部分 然後最後要去跟縣市政府單位做簡報 這部分的工作 我們稱之為行政類 那這部分的工作 我覺得比較不是大家在學校學習到的專業技能 那是比較是你出了社會後 因為你的人格特質 然後去慢慢的會去形成一個分工 那它會是你們工作技能的部分 那是我覺得大家出社會後去學習的部分 那在這個工作做了三五年後 開始會擔心說一直在文教產業 會不會沒辦法跟商業接軌 所以我後來就跳到那個電子商務的公司 那這兩個都是我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是一開始也是會有一個風格上的轉換 然後電子商務也就像大家聽說的那樣 就真的很操 所以最後是因為生病住院 然後也留職停薪了三個月以後才離開 這段期間就是會開始想說 這樣子工作好像 好像跟想法上會開始覺得 有一點憧憬就是 我工作賺錢不是為了讓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嗎 為什麼最後是進了醫院呢 所以後來就跟我先生 我先生是攝影師 我們就決定一起做我的 Udivision攝影工作室 就開始創業的路 那我們主要是做廣告攝影 還有雜誌攝影或是服裝樂錄等等 那這邊小小工商廣告一下 我們下個月攝影棚會搬到三重 然後歡迎大家來找我們拍照 那創業之後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一直在不斷的要自我挑戰的部分 就是現在大家都想要跨領域 然後多元整合 就像我們想要買東西 我們會想要去MOMO 去PC Home 還有蝦皮這類的大型平台 我們不會為了買一個電鍋 跑到大同去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今天家裡要買衛生紙 我又去五月花又登記了一個帳號 我們常會希望在大平台上面 可以一次買足我們所有的需求 所以客人他們來找我們 他們也會有這種想法 說我今天找你拍照 那你們會不會錄影 你們會不會做影片 我們最近也想要做影片 那我們最近也想要做一個什麼 你們會不會 這是我們目前遇到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我跟我先生 我們一路下來認識了這麼多的朋友 我們就是有朋友 現在開始自己做動畫公司 有的在廣告公司 還有的做網頁做語音的 有沒有一個辦法可以讓我們 把全部人的專長 還有客戶的需求服務 可以集中起來對同一個窗口 然後去讓我們客人可以直接 對單一的窗口去滿足他所有的服務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創業到現在 遇到的一個需要去跨過的挑戰 但是我還沒想到辦法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還可以講 那還可以講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你們是在學生 還是你們現在受顧於你們的部主 或者是你們到創業 其實一路上 那都會有很多的問題跟挑戰 你們要自己一直不斷的去跨越 那今天來這邊 是主要我知道說 有一些設計系的同學 還是剛畢業的 或者是想要跨到設計領域的朋友 我就回想說 這一路上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大家不要像我自己 當初畢業的時候這麼的迷惘 然後可以比較快的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自己回想起來整理過後 我覺得認識你自己很重要 因為一開始我會覺得我只會畫畫 可是同學都會寫code好厲害 但是我的認知 我會畫畫是 我覺得我從小就會畫畫 所以我不覺得這有什麼 就是不是筆拿來就可以畫的東西嗎 你不覺得那有什麼 你不覺得那有什麼 沒有 沒有 可是可能會寫程式的朋友來講 他們也覺得不是就這樣嗎 DIV等於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覺得DIV什麼東西啊 就是你很羨慕別人 別人其實可能也很羨慕你 那我覺得大家做好自己的部分 其實你擅長的部分 大家應該更有自信在你擅長的部分 然後不足的部分 其實可以用團體的方式來彌補你技能上的不足 因為單打獨鬥其實真的會比較辛苦 那團體你們在資源上在人脈上 會更有機會去接更大的案子 那這是專業技能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去多認識自己 那另外是人格特質的部分 我覺得人格特質的部分 一個團體裡面其實到後來差不多就是那幾種角色 所以你的人格你都對自己有多一點認識 會幫助你在團體裡面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或許不是那麼擅長上台講話 或者是那麼擅長去跟客戶溝通 這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是一個很專精的技術人員 那你也可以是技術並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你很會想一些新的idea 或者是你很會去跟客人溢價 你會管理整個工作流程 這也都是你的強項 而且是別人學習不來的 我覺得你們多認識自己以後 可以更快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這是我們一次拍攝 大概最基本的人數 差不多就是十個人 就是大家以為有model 有攝影師 大家就可以完成一個攝影企劃 其實不是 就是除了model攝影師以外 還會有助理 有造型師 還有攝影企劃 然後廣告企劃 還有服裝設計的人也要到 然後平面設計的人也要到 等等 所以當你更認識自己的時候 他們會更快的幫助你找到自己在團體裡面的定位 所以我最後就是祝福大家可以多有自信一點 然後少走一些冤枉路 然後更快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等一下不管是學生還是商業上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大家來找我聊天 謝謝 謝謝 謝謝妞妞給我們的分享 就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時常會執著於在自己的專業裡面 但他的分享會讓我們看見 其實你不要去限制自己的潛力 對 就是我會畫畫或是我會設計 我會拍照 但或許我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去發展 你可以去管理更多的人 或甚至是他剛剛講到你可以去溢價 這些或許都是你的潛在的一個特質 只是你還沒有機會去發現他 所以